台中市东海大学响应市府推动大专院校公车进校专案 并以推动绿色永续校园为目标 把原本巡回校园的柴油巴士换成了电动巴士 并新增热点与国定例假日及寒暑假接驳服务 让学生跟游客都能够舒适搭乘 共同响应低碳校园与城市的目标 众人坐在巴士内有说有效不仅舒适更是兼具环保 台中市东海大学响应市府推动大专院校公车进校专案 并且以推动绿色永续校园为目标 把原本巡回校园的柴油巴士换成电动巴士 正式在校园内启航 借着学校校园里面电动巴士采用电动车的方式 我想对于校园里面在低碳校园这部分 也有很好的一个宣示的效果 我们也希望减少大学生骑乘机车 那么受到伤害的这个比例 那所以开进校园 然后并且在上下学的时间 服务我们的这些学子们 是我们市政府这个努力的方向 新增的电动巴士除了行驶既有的上课期间 每天105班次 还增加了国定例假日及寒暑假接驳服务 几乎全年行驶 网伴于陆思议教堂与第二教学区管理学院之间 让学生与游客都能舒适搭乘 会很方便 因为我们在二校有时一校课 就会距离太远搭公车就很快 不用走 好因为现在的话公车 虽然说很方便 但是如果我觉得环保的话 应该也是就是 时代潮流下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学校在这方面做的其实还不错 校方表示电动车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未来学校预计与企业合作 每年组装一部电动车落实绿色交通 共同响应低碳校园与城市 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